剛剛我們有透過這邊 他給我們的所謂的視頻啊 這些圖庫去找 但是裡面不見得都是我們要的對不對 所以呢 你有沒有找過透明的圖 有的有的沒有 這裡有個關鍵的 這個你要會往下走 在這裡免費設計資源有沒有 第二個 點開 點開 你看一下在這裡 有一個關鍵字底下 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 這兩個關鍵字有用過嗎 有的有有的沒有 來我們看一下 平常如果是你自己的照片 當然 我們講的去背 是不是要自己處理 但是如果你是要找一些插圖 一些別人已經做好的 比較一般性的 像各位在Office裡面 你有沒有用過美工圖庫這個概念 有對不對 你會找你們 請問是不是都去背好的 大部分都去背好的 所以呢 你可以透過這兩個 那一個呢 PNG是點證的 SVG是向量的 SVG向量 所以我們來查看看 你看這裡 我找一個給您看一下 我們到Google 好 我就直接進入到這個圖片的部分 好 我就點圖片 來 假設你 因為我們剛剛是Many Christmas 對不對 你如果直接找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比較豐富一點 好 我加上這個關鍵字 你看一下 PNG 我就空一格 PNG 好 你有沒有覺得比較乾淨一點 有沒有覺得稍微乾淨一點 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這個是不是有 有沒有去背好的 你看我把他點開 我不知道你們的看不看到 我的這邊是看不到 但是你們的好像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個格子 有一些好像賽車格這樣 你們的有嗎 沒有 好 那我點別的 這個 這個是有一點透明 我找這個 我看一下 我先換一下關鍵字 給您看一下 在這邊 你看 如果我們在這邊 這樣子 有沒有 全部的貓咪都會有 對不對 那我們把這個關鍵字 再次把他加進來 PNG 有沒有覺得貓好像乾淨一點點 有吼 那 我怎麼確定 到底有還是沒有 因為他也蠻疑問的啊 不是嗎 你看這隻貓 也蠻疑問的 對不對 你先確認一下 如果你有看到 那個什麼 因為我這邊 好像看 我的這邊 好像看不出來 你們的看得出來嗎 正常來講 如果有去背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 有類似像那個 賽車格這樣 一格一格的 好 一格一格的 如果真的 你的螢幕是 主義看不出來的 你就只好按右鍵 把它另存起來 這樣你了解意思嗎 好 就只好先把它稍微儲存起來 假設我先放在桌面上 好 那我先存起來了 我也可以把它拿到上面來 你看 我來找到它 這裡 好 上來了 點它 你看 有沒有去背好的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個概念了 因為我知道 有的 有些地方 就是螢幕的關係 看不出來 但是大多數 各位的電腦 應該是OK 應該是OK 如果說 可以看得出來的 就直接看 會比較 比較容易一點 這樣是不是 就可以加入你自己的 這樣有OK呢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透過這個關鍵字 這樣去找 是不是就好一點 所以剛剛那個聖誕 那個應該是有 好 應該是有 那我們看一下 剛剛這個是不是點證的 我們來看 如果我變SVG 你有沒有覺得 變比較卡通一點 因為我們一般講的 所謂的向量的部分 就是像卡通一樣的 那所以說 你就可以找到 如果你要看哪一支 這支比較可愛的 對不對 點一下 這支我也不知道有沒有 對不對 好 我就一樣 我在這邊看不出來 就直接把他存起來 好 我就把他放到這邊 這樣子我回到這邊來 我再把他加進來 哦 這一張真的沒有 有沒有 嘿 這樣就把他丟掉吧 就換一支嘛 你就找看看 這一支 這一支應該是有的 這樣會不會的 這樣會不會的 所以說你在找圖的時候 事實上你透過 適當的關鍵字 我們確實是可以 把它存下來的 可以把它存下來 但是呢 有些時候呢 你可能會遇到一個情形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像這個 我下載下來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下面這裡 你有沒有注意到 點證圖 有沒有是這個圖 欸 可是這裡 這一張真的是 SPG的圖有沒有 欸 它是向量的哦 那一般如果是這種 向量的檔案 我可以用嗎 你可以看 但是沒辦法編 為什麼 你看 我們打開 你有沒有發現 它是用哪一個 應用程式來打開它 是不是網頁 對齁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PNG跟SPG 現在是網頁的標準 標準的什麼 點證跟向量格式 那照片一般電腦看 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向量的部分 就比較沒辦法 你可以看 但是沒辦法編 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如果說你有這個需求的話 你可以來我們這裡 我看一下 這應該在最下面吧 我記得我有放一個 轉檔的 哦 來 在下面這邊 這裡 有沒有一個免費線上服務 剛剛是用第一個吧 你把它往下找一下 轉一下 在第 二十二個這邊 二十二個這裡 有一個轉檔的 如果說你希望 我要這個東西 好 但是呢 我要SPG 那個圖 但是我需要把它做一個轉換 您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好 出來了對不對 來 我往下捲一下 就在這個地方 好 這裡有一個網址 對不對 你把它點開就好了 現在呢 你進到這個網站之後 因為這個網站提供服務還蠻多的 就是那些格式互相轉來轉去的 我們找影片的 圖片的服務 圖片的服務 有沒有可以把它轉成 PNG 哎 我要轉成PNG哦 因為我現在要SPG嘛 不管它什麼格式 最後就轉成PNG 好 按一下 Go 好 好的 你就把你的圖片傳上來 好 在這邊就把我的圖片選好 剛剛是這個 黑色的貓 選好了 你在下面這邊 就可以直接轉檔 但是因為它是向量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的品質最好 而且呢 你可以直接指定你希望輸出的尺寸 我們剛剛講過向量怎麼樣 放大縮小是不是不失真 因為都是算數學嘛 兩點乘一直線啊 對不對 所以呢 假設你希望 欸 像素比較高的 還是我就800像素就好 那 你就可以在這邊 直接轉 它轉好就會直接下載 就可以下載了 有沒有下載下來了 變成PNG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拿來這邊用哦 你看 我在把那一隻 這一隻 哎 是哪一隻 看一下 欸 轉去啦 哦哦 它放在下載這裡 在這裡有沒有 找到的 齁 來 打開 點它 有沒有進來 就是透明的 這樣 你了解了 所以我們透過這些方式 是不是你就可以找到更多 你喜歡的 OK 那就麻煩各位先試看看囉 等一下 我們再解決一下 標題怎麼辦 好嗎 對 對 我 好嗎 我